哈囉各位觀眾朋友 歡迎透過博斯運動頻道一同欣賞 2023台速杯ACBS亞洲發誓撞球錦標賽 今天我們來到的是男子組的一個賽事 要看到的是總會的會長趙風邦 要來重出江湖了 那當然他對上的一個對手 是來自澳門的曹靜雯 兩位選手的一個對戰 我想也會是精彩可奇的 我們要來持續的看看 今天這樣有比賽 能不能夠讓不管是趙老大 又或者是他的對手 拿下了今天比賽的第一場勝利 那今天的比賽轉播工作 也將由我師姐 以及在我身旁的專業球評 張明熊熊哥 一起為大家送上轉播的服務 熊哥你好 天美你好 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好的 那在今天的比賽 我們已經進行到了 以轉播場來講 是第三場的一個賽事 在前面的比賽當中 我們都看到了非常高張力的一個比賽 所以我想今天這場賽事 也絕對會是精彩可惜 眾所期待的 對 那很多朋友也在期待我們的 冷面殺手全世界球王 第一次上主桌會有什麼表現 沒錯 我們待會也會來持續來關注 帶大家一起來看一下今天這場比賽 那在這次的一個籤表當中 再一次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的一個賽事來講 男子組的部分會是搶八局 那在女子組剛才的部分 則是搶七局 而接下來當然還是有青少年 男子跟青少女組的一個賽事 對 那當然在前面的預賽部分 都是以雙敗淘汰制的一個賽制來呈現 而在進級到了32強之後 就會變成是單敗淘汰 那我們先為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在畫面中看到的選手 是來自澳門的曹靖文 而他的對手也就是大家相當熟悉 而且也是相當期待的趙鋒幫 再一次的重駐江湖之後 拿起多年沒有拿起的球桿 要來看看會有什麼樣的一個表現了 而在今天的執法裁判 林耀鑫先生 那特別值得一提的 就是我們的現任會長 是 這個全世界球王冷面殺手趙鋒幫 他用的球桿是這一次大會的特別的球桿 等於是大會的紀念球桿 他說非常好打 那我們有設攤位 有益者可以 可以 但是首先 我們要先邀請大家來到現場 才有辦法真的看到這支球桿的真面目 他說他要用這支球桿來比賽 我說你中了嗎 沒有拿自己的球桿 對 他說他前幾天試打之後發現真的好打 感覺不錯 那現在台灣的這個製製的球桿的品牌非常多 那以前早期你說二十幾年前我們可能做的球桿的等級 大概就是所謂的 拿的是台端制的一個球桿 一開始打撞球都是打斯諾克 哦 那他球領超過二十年以上 那 最近這幾年才會接觸這個Pool 花式撞球 是 所以也許待會我們在他的比賽的過程當中 可以看到很多斯諾克的一些元素在裡頭 對 包括一些站姿或基本動作 對 他這球是要二九碰 結果九號沒進二號球進 三號球變成一個制調 那斯諾克選手會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就是剛剛 呃 千美講的 就是說可能在一些出竿的方式 包括站姿會有斯諾克的味道 另外在這個開球的部分 對 比較不像這個花式選手 一開始就接觸衝球 那他們在衝球這一部分 可能比較爆發力沒那麼強 是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科興解球 不過他這球解得非常好 那還有一個就是在一些旋轉值 我們講的是非常旋轉的Spin 就是我們講下賽 譬如說我們下右賽 我們把母球當作一個時鐘對不對 我們假如正右賽就是三點鐘 對不對 對 正左賽是五九點鐘 是 那你同樣都是往右邊打 但是你是靠近母球中心點的這個賽 還是靠近最邊邊 你把母球搶成一個時鐘 時鐘 我們的數字三是不是在最右邊 對 那這就有差了 這個旋轉值就有差了 是 對不對 好 那你越旋轉值越大的賽 有時候你就要去在準度上 要有一個微調的效果 那這個可能在斯諾克選手 可能這一部分 沒有辦法向花式選手 比較那麼 應該講那麼 那麼 執行度上面 應該講說駕輕就熟了 是 不過他剛剛這個取球打得很好 當然也帶點運氣 那不過這個四號球距離有點遠 沒打近 不過剛剛曹慶雲在開賽前跟他閒聊兩句 瞭解一下他的一些基本資料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在講話當中就有點緊張了 沒想到說我抽籤抽到趙老大 然後是上主桌 對 那當然他在當準備的時候 他的同伴啊 朋友就趕快跟他拍照 好 這球 哇 空心耶 對還不對 對還不對 哇 第一顆球 這個是顆星邊上不好架桿的 竟然空心入袋 好 這個球右賽走兩顆星 看他旋轉值 這也可以到第三顆星 選擇兩顆星 頓推 可以 好球 好 這個球下左賽 稍微要力量用力 然後讓母球到球台正中央附近就可以了 這球不能太低桿 太低桿會有拉的下滾出來 OK 可以 角度不大 所以他這個球到這裡已經是非常OK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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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接手的那顆球 剛剛接手的那顆球 那個四號球竟然可以空心入袋 是 那對曹俊文來講 趙文邦這個名字 是已經是對他來講 路雷罐了 所以還沒打就已經 聽到名字就有點 笑笑 害怕了 對這就是剛剛我們講 柯欣邊的四號球 我想對於在台灣的球迷朋友們 尤其是一些比較資深一點的球迷朋友們 趙峰峰這三個字 對於他們來講 絕對是不陌生 而且是也許相當敬佩的一個名字 對因為台灣的撞球 能夠 除了在台灣能夠先起一波的撞球熱 對 然後乃至於這個衛國尊敬 拿這麼多的一些賽事的國際賽冠軍 趙文邦絕對是第一人 是 那我個人認為 就是其實任何的運動 都一定要有球星 是 那這球星本身 第一個當然他要有成績有技術 我們講任何的運動 還有一個就是要有魅力 那魅力就是 簡單講就是 顏值啦 是 魅力可能八九成是需要顏值啦 那趙文邦以前年輕的時候 就是超級大帥哥 現在也是 哈哈哈 你 我 沒事 對啊當然 那所以 那時候 這個趙文邦就 把台灣的撞球 因為 國際賽的成績 然後再加上 那時候剛剛整個氛圍 然後加上他的這個 那除了顏值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說 在電視上面 競賽當中 你出來的那個 那個氣場 對 那氣場也是非常重要 是 好這個拉桿稍微多了 稍微多了 那這個球可以 當然可以打中袋 那也可以說打底袋 兩個選擇 打底袋是做球輕鬆 是 進球稍微注意一下 那打中袋是進球簡單 但是做球要注意八號球的用途 好他下低桿閃過七八 但力量有點大 這球力量有點大 這個球他出去的時候 力量真的 他那個球喔 他那個球是A點 A點跟得太多了 他這個球如果A點放柔 K點一樣的話 這個球少跑三分之 三分之一的距離 那就好打 好現在這個是 不舒服的架桿 對 再來就貼在顆星啊 所以他剛剛那個球 我們就講到喔 他那個六號球 如果你要打中袋好 簡單做球要注意 他為了閃八號下拉桿 那他整個總力量太大 是 那如果剛剛那個球 如果打底袋的話 打進的話 七號球就很簡單喔 所以這是 算是 算是 不太應該犯的錯 這個是 非受破性的事物 自己的六號球的問題 欸 好 好 那剛剛講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提到 斯諾克選手 有沒有 那 曹靖雯他這個球 就是斯諾克選手 比較不擅長 你這個球下非常旋轉 你這個球其實下柔一點的左塞 或者是你一開始就鎖定 我打薄一點 讓他容易近 可能在分離角 他在做八號球 他在 認為說這個球可能 不能太薄 所以他變得太厚 是 那還有一個啦 就可能緊張也會 對 平常可能是沒有問題 但緊張 影響就很大 會會會 會影響到判斷還有打點 是 最後九號球 最後九號球 第二局 邰國映 這好大的連續喔 是拿下了兩局 那接下來 對於在曹靖雯方面喔 就是 在整體的調整上面 可能要更加的及時了 對 當然來到了轉播桌 又是 大型的亞警賽 緊張一定難免 我想也許 趙老大也是有緊張的一個成分大 有啊 他不緊張的話 他剛剛那個六座七喔 不應該力量那麼大 你緊張的時候 你在送乾的這個AK A就是皮頭撞擊到母球的那個點 K就是皮頭跟母球分開的點 所以那個AK 他是一個看不到的一條線 是 那你這一緊張的時候喔 那會怕 會一般都會覺得我 剛剛那個拉桿要閃過八號 那又怕走不到又拉不動的時候 你乾脆就會無形中用力 一用力用力過頭 這是非常常見的 是 那一過頭時候 他就母球在可行邊失誤 不過曹靖雯更緊張 所以那個簡單的七號球 中袋沒打進 沒錯 他這個開球撞擊點不準喔 所以母球往下沉 形成一個吊球 看起來是沒有要push out 然後他選擇短桿 看一下短桿的發揮 炎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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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先喊一下炎場 這有跳進的空間 調到整顆 好留一個簡單嗆死 那就看曹靖雯 這個一做二 一做二要推桿下兩顆星 左邊中帶二號球 或者是拉桿嗎 看他 他這右賽旋轉值不夠 這球右賽旋轉值夠的話 我們球會往下方多走一點 也就是說這個二號球比較直 比較直的方便 就二做三 然後現在二分法 前面我們從畫面上可以看到 打藍色二號球近的話 我們球會往左邊走 就做三號稍微有點困難 因為有八九障礙的問題 就會困難度加高 就不可考 是 也不確定因素更大了 對 對 不可考可以用在這裡嗎 但是聽得懂 對 三五碰 碰得還不錯 碰得還不錯 有這個還有 這個球下非常柔的 右賽走兩顆星 或者是左賽一顆星 三四要同代 中代不好煞車球 他選擇煞車球中代 不好煞 因為 他來講的話 他就 因為煞車球來講 是也是屬於那個 花式重球 對 比較熟悉的肝法 我們講熟悉的肝法 好 這球高肝不要太低肝 走 三顆星 力量稍微大了一點點 變成底帶不好打 好 不曉得是不是打底帶還打中盞 厚了 這個球應該是 看起來應該是要進攻 是 打厚了 從曹靜雯的表情看起來是有緊張 沒錯 這很正常啊 這很正常 對 只是說要怎麼樣讓自己在 趕快短時間之內 趕快來做調整 像這種情況的話 就可以自己跟自己對話 對 我們看這個球高難度的準度 趕快一點高難度 對 那張幫我們看他失誤自己 口中念念有詞 他是自我 自我消遣 是 紓解壓力法 調適一下 嗯 做賽兩顆心 我們看他是放口袋啊 這Snow Day選手 對 非常常用 沒錯 有時候會放在家 有時候會穿背心 對 也是會放在背心的口袋裡 花球選手 現在 很多是有一個 吸鐵 對 吸鐵 現在是很 最近這一兩年很流行 但是很少放口袋 對 放口袋一定是SnowK 才會放 像我們之前轉播過 國內的像 林書宏 小姬老師 他之前有時候比賽 也是會放在口袋裡面 那在第三局 曹靖文 快速的是先讓自己有辦法 先拿到至少一局 對於整體後面的一個 不管是發揮上面 或是技巧 心理狀態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心理狀態 絕對會是有所提升的 對 剛剛這個 剛幫留下的這個 六號球之後的球型難度不高 是 然後他基本功 絕對有 曹靖文他這個準度也沒有問題 沒錯 所以九號球雖然 這個沒辦法做得很美 但他九號球 對他來講都是小case 我想其實能夠打進到這個 雅錦賽的這個戰場當中 我想絕對沒有一位選手 是弱的 對 但大家都有一定的一個實力 對 雅錦賽有兩個方式 我們講會內賽 一個當然是各 國家地區 就是有這個名額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在 昨天跟前天有兩天的會外賽 會外賽 對 最近這十幾年來 這個大型的比賽都會有 舉行會外賽 是 這個如果我們用斯諾克來講的話 就是Stage 1 對 我們看這個球有可能會選擇 1-8 1-4碰 有 好 1-2有空間 但是這個球 如果要1-2做的距離近的話 要注意這個5號跟8號 好 那就直接走兩顆星 好 這樣OK的 角度有點大 多跑 多跑的話 這個球要小心 他這個球 要小心這個球 不要這個 力道的問題 不要被8號影響到 還好 他這球抓輕 就等於是不鎖定中帶 可能一開始鎖定底帶 不知道 現在中帶 底帶都能打 是 好選擇左賽 一顆星 做 中帶 OK 接近直球 附近都可以 二分法 不對邊也無所謂 這個 5做6 6做8都很好打 接下來6號球 好 好一個反賽 輕了 輕了 這個反賽出去的時候 他那個 最後的動竿 K點的速度不夠快 他這個反賽球打很多顆 那就看準度 以前他的準度是世界知名的 然後我們看看這個球 哇 這邊可惜了 對 場外有在看大Monitor的人 大電視的人 已經聽到一聲哀嚎聲 是 我們帶著耳機 耳機都聽得到 對 在我們這個 外面的工作區 大廳的地方 就聽到有人喊叫 可惜 真的是可惜 對球曹靖文 應該是沒問題 這斯諾克選手的這種球 難度不高 對他們來說 算是比較輕鬆的球 那在最後 剛才 趙老大沒有辦法 把9號球勝利打盡之後 也讓曹靖文 最後穩穩的守住 那在這個 進廣告之前 讓雙方的一個局數上面 來到了2比2的平手 我們這邊也先稍微熟悉一下 待會馬上再回到比賽現場 現在要來到第5局 在前面的4局當中 雙方是戰成了2比2的平手 現在來到曹靖雯的衝球 那他的兩局裡面 就是剛剛我們廣告之前的 趙老大的9號球 那另外就是 還有一個也是一個失誤的 很簡單的那個7號球 那所以 對趙鴻邦來講 他也就是自己要定下心來 就是不要去管對方跟他現在是平手 那最主要就是趙鴻邦的失誤 讓對方等於是減 那現在我們就要觀察這個 曹靖雯這一盤球可不可以吃完 如果這一盤球 曹靖雯吃完的話 那趙鴻邦就要稍微緊張一點點 表示他有 他的技術絕對可以清台 就是說最主要是看他的這個臨場 他的那個心理素質 會不會因為 拿到兩局之後 他的心理的這種 心理比較安定下 是 這個球是要 可能是要做中帶 但是他這個旋轉值不夠 那手稍微 A點稍微不夠柔 所以這個角度變得 不上不下 中帶底帶都能打 那還是選擇中帶 那除了要打進 看他怎麼做 5號 最主要7號球的問題 還不錯 那現在就是5做6 5做6有兩條路 一個是推桿右塞三顆星 這條路不好進球 另外一個就橫抬 大部分都會走橫抬 注意左邊中帶的問題 會不會過頭 有可能過頭 路線OK 但是力量過頭 對 那我們看他們那種基本準度都很好 順便檢驗他的跳球 對 不過現在跳竿做得很好啦 基本上都不難跳 就是說穩定性好不好 這個算嗆子球 這個在一般花球球的重 都算嗆子 沒跳進 看看有沒有留下嗆子機會 要另外一個角度看 會比較準一點 兩顆球很近 他自己要判斷 判斷這個進球角度 還有母球 Hold 應該是這個球 進球角度不方便拿捏 這球應該是一開始有鎖定要做掉球 要來思考一下要怎麼來解 嗯哼 這解到是沒問題啦 那要看他解對邊嗎 有沒有機會 重球有時候走橫抬兩顆星左右 有時候會進中袋 嗯 這也是做防守 這球就是控制母球跟紙球 在一東一西 整個把距離給拉開 這個球他可以考慮怎樣 第一個當然防守 另外一個就是罐球左上的腳底帶 好選擇防守 有點 這可以解釋為輕 嗯 那也可以解釋為說 他這個球打厚 他如果打薄一點的話 這個母球可能可以到右邊 好 那看張宏邦這個球 要不要拼薄球 他選擇用一個吊球 這種吊球 對他來講 掌握度比較好 是 那他也可以利用在這個六號球的這種 所謂的防守在裡面 這樣幫自己去調整 自己的這個 狀態 狀態 對 包括這個心理的一個微調整 因為 選手喔 這個在 讓對手 撿了兩局 那種有時候 自己心裡會有點那個 以前他是沒有問題 嗯 現在可能年紀大就會有時候會覺得 好不容易 對好不容易吃到最後九號球怎麼會失誤 是 會在心裡犯低估 以前是不會 但越是這種時候越危險 對 這個就是 沒辦法跟自然 自然界對抗 因為年紀大就會一定會受一些影響 好 這角度蠻大的 左下角底帶 有 還不錯 左邊中帶剛好 好 稍微瞄準一下 嗯 然後 送出去自然就 一定 可以八做九 什麼角度都可以啦 好 他選擇中竿 球到左邊 一顆心到左邊 這種球抓一顆心 好像跑的有點少了 一點點 不過還好 可以修正 對他左手打得很好 所以這沒問題 九號球 奇怪 這個球失誤沒道理耶 我們平常講 這個球失誤沒道理耶 不是這個球失誤是真的有點沒道理 因為他的左手蠻OK 他 他這樣子 送太多九號球了 給推手了 對 他這個球 這個球應該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的 這個對曹 曉靜文 他可能也覺得 拍誰 怎麼 這個 連續兩局 對 都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個是有點 對 因為大家對於曹靜文而言 他當然也是希望說 欸 或許能夠在一個 個漂亮的一個 算是球型當中 讓自己 例如說來個大摩 拿下一局 會對於他 整體也會比較有一些自信心 這個千玫 你想太多了 我要是選手 先拿到一局嗎 沒有 我要是選手 搶八 我減九個 八個九號球位 我最開心是嗎 哈哈 不是 這個球 第一個 他八做九的時候 總力量就輕了 也就是鈍甘一顆心 就是母球不夠 跑往左邊嘛 你母球剛 跑往左邊多一點 是九號球就 越簡單嘛 是 那選擇用左手打也OK 因為他左手都可以 以前 以前都可以輕彈 那這個球不是要叫你輕彈 你只是把他打進就好 那這個球 確實是 自己 這個是 其實他剛剛送給對方的那個九號球 也不難打 是真的也不難打 而且他最近這一兩年都有在 偶爾跟年輕選手都有來打球 解磋一下 對 照照理都要進的 都要進的 那 還是那個原則 就是說 那你送給對方三局沒關係 不要想那麼多 那你就是 還是打你的 穩穩的來 因為你要靜下來去想 這個曹靜雯 他 剛剛簡單球型沒吃完 對不對 就表示 曹靜雯 至少今天到目前為止 在清台的能力還沒有展現 是 那 就表示說 你照方正常打還是可以有好的這個機會 沒錯 那就是自己 不要打到後面八九的時候出狀況 我們來看這個球型應該也是 就是 照到底是要清台的球型 好 這下右賽只有兩顆星 剛剛那球也有點小拔幹 插板得分 是 沒錯 有點 送不出去 再來檯面上四球 要來穩住一下 好 簡單打進 好架桿 這球 細膩度的話 下一點右賽 要注意啊 你下賽 會不會影響到 還好 他這球下得不夠柔 如果說旋轉值夠的話 還可以再稍微直一點 那這個球還好啦 看是要輕輕點一下 還是要再跑顆星 反賽兩顆星 哦 總算做得不錯 碎碎練習法 最後九號球打進了 再送給對方兩局之後 在這個第六局 是穩穩的把九號球給打進 然後再一次的把這個局數上面 給扳平3比3 而且是開球清台 是 沒錯 你看這個九號球 這個三號球 剛剛有一點不爪 結果九號球 在打九號球之前喔 趙老大也是蠻幽默的 他說 總算做得比較 對 紫一點 不會那麼斜 沒錯 所以 你看那兩個九號球 沒有送給對方的話 是5比1 現在大家平起平坐 沒錯 變成搶5 是 六號球進 一七碰修正角度蠻大的 就看曹靖文 那 那曹靖文這種身型就是標準斯諾克的 哈哈 三條啊三條喔 個子蠻高的 大概一米八多 是 那其實這幾年我們的博士這個直播 大家看那麼多 其實 有好幾位名將喔 這個 個子不高 斯諾克也打得非常好 是蠻冠軍 沒錯 所以以前我們早期講說 啊打斯諾克一定要高一點喔 高一點是有在某種 程度上的優勢 但不是絕對 對 好我們看 趙宏邦的跳球 右手抓前面一點 短竿跳球 稍微不準 沒進 今天兩次的跳球嘗試 都沒有順利的將球打進 好那我們來看 曹靜雯的 這個球型 是沒有所謂的 不過 剛腳完第一顆球 就做得不好 比較有角度一點 下右賽 走兩顆星 有 斯諾克 基本準度一樣 像這種 對他們來講都是算基本準度 是 尤其是他們斯諾克 轉打花球的話 都可以有插板得分 斯諾克是沒有插板得分的空間 是沒錯 那他們 打花球對他們來講 這種 大角度保球應該都不難了 好選擇直接拉桿 他這球走橫台要注意 九號球 四座五要注意九號球 可能要下一點左賽 現在就看他下這樣 他這個球選擇下右賽之後 兩顆星 那剛剛我就講的意思說 對斯諾克選手來講 要下賽 的時候 中長距離大腳就怕會不準 是 好 張邦這個解球 解兩邊 最好是解到畫面的左邊 四號球的左邊 最好 把他解這邊OK 解這邊的話 有進 試一下 解這邊也是要利用五或九來做調球 好那有進就很簡單 打進 接近直球往前推 到球台中間附近 七號球就自然嗆死了 總算有一次lucky了啦 送人家兩局那一波 偶爾lucky一下也是合理的啦 是 但這個球要打進 就是先決條件 對 有 有 八號球不要做成直球就好了 不要完全的直球 其他都好做 走 走右邊走左邊都可以走 看他走哪一邊 看起來是要走左邊 我又親了 我覺得上幫他在關鍵球 他這個延伸送肝的時候 他送出去就 第一個送不完整 送出去的時候 這幾年的一個壞習慣 很快身體就起來 是 這時候有些時候 就像我們過去在轉播上面 其實也都有講到 在延伸的部分 是蠻重要的 延伸很重要 那我在教學的時候 我們先來看一下趙老大的 待會看他這個 八座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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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看他這個球竿 送不遠有沒有 他送不遠 那你說他會 趕快的站起來 那這個都是會造成你 最後的尾速 不夠Smooth 白球就會少跑 那這送肝 我常會形容的是 好像有一個斜坡 我們兩個都在斜坡上 假設那斜坡的 斜坡的那個坡長 假設是 我們這樣講 100公尺 那你送不長的時候 就等於是 你在斜坡的中間滑下來 那我如果在斜坡的上面 滑下來 跟你在斜坡的中間滑下來 一定是 在斜坡 最高的地方滑下來的時候 我們那車子 滑行比較遠 那我們球竿一樣 你送肝 送的順 送的遠 你最後還是會有一些尾速 好 我們來看二座三 二座四 銅帶 這個球型也很簡單 這球型剛好分佈的 這個球型很簡單 各位看一下 他這個五號球 是不是簡單定竿 點一下 六號球 左邊 六號球再點一下 七號球也是 七號球 七號球再往前走一點 就是八號球 一切都相當的自然 相當的自然 相當的簡單 第一顆球打進 基本上就注定要吃完 是 這個希望他不要 在關鍵球上面 在關鍵球上面 吃不完 這球不要做成直球 對 要這樣子 這樣子最好 大概四五度左右 你輕推對不對 輕推剛好 他碰顆星會出來 出來就好架桿 然後有一點角度就可以了 像這樣好架桿 對不對 那你這球在一個 下一點點的 一點點的左塞 打進他就很簡單的 做到九號球 左邊 chance球 就這麼簡單 就這樣子而已 非常的easy 這一局就吃得很漂亮 沒錯 要給他按讚 最後 第八局 九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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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局在整體的一個表現度上面 是完完全全的掌握好了 所以在整體的一個比數上面 是來到了五比三 那我們在這邊也先稍微 進廣告休息一下 待會馬上回來 來的攻暫停結束之後 要由曹靜雯來開球 在剛才前面的八局當中 趙虹幫趙老大是以五比三 取得了有兩局的一個領先 對 他這個領先兩局還奉送對手兩局的那個 沒錯 沒錯 不然也許狀況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 遠來是客 這個 澳門這個 比較少參與這個 花式狀球九號球的賽事 對 那澳門來講的話 這個 他們這個 其實他們這十幾年 在撞球的部分 他們也是很努力的在推廣 畢竟澳門能口還是 比較少 對 好 這球當然可以進攻保球 好 他做防守 母球躲這個四號好球 這個球 這個球 只能解一顆心 出竿也稍微不舒服 就看曹靜文 今天大會 這個工作人員說 欸 熊哥怎麼有一個人姓叫IP 我說IP應該是廣東話 業 我說這IP 我說 我記得業問號叫做IP面碼 對 我印象中 廣東話的發音 對 走恩志勤好球 我們看解到這有沒有碰顆心 好 犯規 沒有碰顆心 就是他恩志勤兩顆心 解到之後啊 一號球沒有再碰顆心 是 再看一下 我感覺好像有 不知道 或許剛 哇運氣不好 完完全全平行的走啊 對 這種一般 都會碰到 而且真的也蠻近的 對對對 一般的會碰到 那這真的就沒有辦法了 對 那像剛剛講到那個 在同樣的姓氏 以前當過亞群賽有一段 亞群賽其實總結了一段時間 像 陳 嗯 我們陳戰堂是CHEN 對 在香港的話是CHAN 然後變成我們有點像 詹 的獨音 他是 粵語 然後 新加坡的話是TAN 非常的不一樣 對 接下來叫老大的三號球 這球 角度是不是他覺得有點大 覺得有點大 看是輕輕點一下 還是要跑顆心 拉桿這樣可以啦 還OK啦 這球還可以拉這個 推桿一顆心做底帶 還是拉桿 注意九號球 五號球做中帶 看他自己 他感覺拉桿 看是走橫的 還是直接往後拉 還在跑 看能不能 過一點 這樣就有點討厭 那這個球來講的話 你就下 這球 重點是要閃這個 這球是走三顆心三的路線 三或三點多路線 要閃八號 他走一個四的路線 好球 好非常柔的左塞 對 就看這個球有沒有貼顆心 有貼顆心就不要 跟人家煞車球走三 對 好 煞車球 但是不是很用力的煞 煞車球 我很喜歡形容 就好像做料理 湯頭 這叫基底 是 煞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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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打法 A跟K很多的話 就煞車球 K大一點的話定桿 K再大的話就變得拉桿 所以煞車球是基底 煞車球 最後九號球 Night point 照大現在在局數上面 來到了 6比3 對 那距離喔 要拿下第一場的比賽勝利喔 還有兩局 嗯哼 這個球他下的旋轉值 有拉桿的效果 這個在三顆心的路線 他是走 走 到 四 三顆心基本上有 接近0 1 2 3 4 5 6 那我們 華氏撞球 一般來講的話 都會講 1 2 3 3條路線 那因為 華氏球台他有帶口 那 在開輪三顆心的話 他是沒有帶口 是 那其實 顆心制度 有一顆心 兩顆心 三顆心 嗯 其實講起來有點 清楚的話 就很清楚啦 對 那不清楚的時候 有時候 有些人都不知道 我們講過 這個系統 那 不嫌棄的話 可以 到這個 Youtube去看一下 熊哥 上球教室 好 有球進 我們來看 連接球 1號球 還有 羅爺 羅爺的三顆心 他顆心王子 是 我其實對於 很多的新手而言喔 是不是其實 顆心真的是一個 造門嗎 好 柯心喔 你真的融會貫通 你在做球 你就很輕鬆 像我們在打 我們一看解球或做球 我們知道這個點 哪裡一定到哪裡 八九不離數 我們要調整什麼 調整第一個潮濕度 是 調整就是說 這球台 每個球台它的彈性 有的叫做 我們會叫做比較短 或比較長 比如說輸入角 45度角 輸出也45度角 那這個angle出來剛好是垂直 但是如果比較短的話 就是我們輸入45度角 輸出可能是40度角 甚至35度角 是比較短 那反之就是比較長 對 那你就要怎樣 用潮濕度 力量的大小旋轉值 你要去判斷 但是你的基本的觀念有了之後 你要因應這個潮濕度 力量大小旋轉值來去調整 是 其實就很好調整 但是你的觀念不夠的話 你就不知道怎麼調 就算是標準 現在球台很好打 然後這個科興也跑得很準 但是你不夠清楚的話 你就不太會跑 是 就是也不知道該從何調整起 對 所以我就說 基本功 基本的觀念有 再來做 因為 這個場地 或者因為 空氣潮濕度 因為你的感法 而在做調整 但是你的基本 觀念不夠的話 無從調整起 對 這一組球型 對張宏邦來講 這個2號球的失誤 好像還沒有馬上的利空 因為68的問題 是 68他是 本身這樣子 沒辦法進攻 所以 所以加持喔 曹靖文想要在這一局 直接的在現在的一個情況之下 直接清台 也是有難度的 對 就是68的問題 他這球要去帶開 但是他首先這個沒有 這個2號沒進 而且他帶的有點輕了 我們看68也沒有化解掉 對曹靖文來講 也還好 因為他也沒進2號球 所以 這68沒有帶開 反而不是壞事 對他 那現在就看趙宏邦 簡單講就是 我們講科興喔 這就好像是一個 你要基本 26個英文字母要清楚 你才唸得出來 對 那或者是說 我們基本的這種 什麼數學 簡單的方程式 你要S加Y等於Z 你要有基本的公式 你知道 才能夠套用 對 好這個球做掉球 走到這裡來講 做掉球 而且你做掉球 把這個5號打到下半圓 待會對手如果沒有解到的話 也比較好 來做5號球的一個進攻 然後可以帶開68 當然先決條件就是 曹靖文沒有解到 5號球 考驗一下曹靖文的解球 好那他現在解這樣子 把9號球給碰到這個地方 讓曹靖文在戴開 可能會比較好戴 他要這樣走的話 要敲得準喔 他等於是 稍微有點力量的推桿 把6號敲出來 這球要敲6號 這個球 我覺得他是要敲6號 因為敲8號的話 就比較不好掌控 那現在敲成這樣運氣還不錯 還可以保球 還可以進攻 他選擇再做防守 OK的沒問題 因為保球他覺得可能怕 重險太大 對 而且林姆球走橫台 可能中帶不好閃 你要閃9號 就閃不過中帶 乾脆就做防守 掉球 好 這個球可以打到這個點的話 這個球解到的成功率會很高 然後 又再敲到9號 左上角可以過 左上角可以過 欸 有發揮出來 那這應該 沒有太大問題 因為這個 這個9號在洞口 這個應該很簡單 這幾球 做球 也都是自然的一個方式 對自然的 難度很低 這再失誤 就說不過去 不過他現在應該不會失誤 因為你看2比3 他後面的球都打得很好 對 現在身心狀態很好 所以沒問題 狀態極佳 9號球 左邊中帶有 在局數上面 趙老大已經要清牌了 嗯哼 來到了7比3 對 他如果獲勝的話 人家是搶8 他搶10 因為送兩局 是 我剛才在想 欸 怎麼會變搶10 我當然在後面的一個狀態調整 也是 非常的一個快速 雖然說是 送給對方幾局 但是最後還是 在關鍵的一個時刻 把局數給吃下來 對 最主要 他自己的調整 還有一個就是說 這個 曹敬文給他的壓力 比較沒那麼大 是 那如果說今天這場比賽 是碰 比較強的對手的話 張翁邦 結果 誰輸贏不知道 但是他 調整會比較有壓力 是 不過話說回來 如果說今天碰到的是 菲律賓的幾個高手 那有可能張翁邦 前面的9號球 也不會輸 這都有可能 對 你會專注度更投入 更加進行勝 對 你在做9號球的前一顆球 你在做9號球的時候 你的那種 你的投入感 更投入的時候 就 這有可能會變成 9號球做得會很好 等於是更加心無雜念 對 這球撞到中帶角 還不錯 要做 這個2號球 對 我感覺近了 喔 雖然有點稍微不準 但感覺近了 對 但是彈開之後 我就直接彈出來喔 嗯 不是往洞口來彈 母球危險 母球危險 母球攜帶 嗯 讓曹靖文獲得 自由球的機會 這個是 也是 非受破新失誤啦 是 阿這球也是要躲8號 那現在等於是 雙方今天喔 都有 自由球的一個機會 嗯 那就要來看 要怎麼樣來擺放母球的位置了 但是他也要注意時間喔 對 好 選擇防守 放這裡就是要掉球 有 有躲到 這球沒有解到 所以在同一局喔 再次的給到 曹靖文機會 嗯哼 這一次可以直接做進攻 4號球 這2分法 有 但是不是很明顯 好 好 看母球最後 要摸一下喔 右下角底帶 欸 看起來要想打中帶喔 最終選擇 中帶 中帶 看球沒進 好緊張 我現在母球也來到一個 讓趙老大 也許在架竿上面也不太舒服的位置 看他要不要拚喔 还好 哇真准 果然还是整体准度的一个发挥 虽然在带口是弹了几下不握 顺利静带 好 这球下第一竿 哇 这球六号 我想说这球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嘛 就是下走赛 但是回忆一下前面有一颗球 稍早的时候那个他走N字形 那个曹靖文 我说推杆会比较进球会困难度增加 像这种球就是推杆的时候进球困难度会增加 哦 好球 闪过 这是一个标准四颗新路线 哇 这球现在应该是 最后一球 赵峰邦 赵老大 应该就是天保了 在接手之后我直接的来看看最后九号球能不能够打进 赵峰邦 赵老大在这一场的赛事当中最终是以8比3拿下了这样比赛的比赛胜利 那其实这场比赛我们再稍微来回顾一下的时候会发现其实真的是蛮有趣的哦 那当然包含了在前面的几局 其实前面两局赵老大是直接2比0拿下的 那当然在后面之后好像发生了一点点的小小失误 所以也让对手是有先拿上了几局的一个甚至有机会把局数来做一个追评 对 那最主要其实我们刚刚有谈到这个曹静雯他的个人的第二局跟第三局 其实那是几乎就是免费奉送九号球在洞口 没错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这赵帮他如果自己没有去调整的话 他就会受影响 那当然赵帮曾经的世界球王这个实力不在话下 就是说你当然现在年纪稍长就变成你要怎样 你要那个要用经验 经验有分两种嘛 这个现在看到的球型的经验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心理调整的经验 那曹静雯当然来讲的话 我们都知道在澳门来讲的话 他们是打斯诺克为主 那他接触花式撞球也短短几年而已 那本身在澳门他们那种比赛的竞争 就没有那么多的像比赛或是高手 我们讲花式撞球 那这次他能够来参赛 那刚好这个圈表也跟我们赵老大同一个比赛 那今天他对他的讲虽然是输 但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然后自己可以继续这个一个 应该也不能讲教训 就是一个经验累积 那回去澳门再来做推广 那在这边最主要还是要恭喜赵老大 没错 虽然这个露了两个九号球 有点矿谱现在的楼梯 不过后来他也hold住 所以我还是获胜 所以在这场的一个赛事当中 对于两位选手来讲 都是一个算是蛮特别的一个经验了 对的 那在今天前面三场的一个赛事当中 都看到了不管是国内的一个选手 又或者是国外选手 其实在这个亚锦赛的过程当中 其实整体的一个比赛上面 都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不论是获得了胜利 又或者是获得了经验 都是相当难得的 那在接下来的这一场赛事 要带来的是阿美姐刘姓梅的比赛 所以也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那当然我们最后也再次的恭喜 赵峰帮赵老大是继续的拿下了胜利 那当然在双败的一个预赛当中 其实对于曹靖文来讲 待会还是有机会 在接下来的赛事当中 也都还是有机会 能够来争取 例如说败部的一个晋级资格 对 没错 是 所以我们接下来 会持续为大家带来 更加精彩的赛事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事件 也订阅 转发 打赏事件 也订阅 转发 打赏事件 也订阅 转发 打赏事件